大家好,我是Kevin 現在又到了愛女生的專欄拍攝的現場 今天要拍攝的主題是什麼呢? 像鞍世奈美會般的咖啡色煙燻妝 今年非常流行這種微微薄薄的煙燻妝 那麼最重要的一點事情就是說 今年的煙燻妝千萬不要用很黑很黑的顏色 今年盡量把黑色收起來藏起來躲起來放到最小的面積 那麼要化咖啡色的煙燻妝 我知道很多女生都想要嘗試煙燻妝 可是總覺得自己畫起來會髒 重點在於你必須要先用一個打底的產品 譬如說比較濕潤的眼影膏 或者是利用眼沾性好的眼線筆 先在你的眼皮或者是眼線的周圍先打個底 然後再把自己想要的顏色分成二到三次的層次 去從睫毛的根部向外暈染 因為膏狀或者是眼線筆 它其實碰到了乾粉狀的眼影 就能夠展現它的顯色度跟服貼性 所以呢你只要從睫毛的根部向外暈染 分成兩個顏色或三個顏色 一定要記得煙燻妝最美的地方 就是它像煙一樣的暈染開來 所以利用這個小技巧呢 就可以把煙燻妝的暈染做到很漂亮 那麼今年的煙燻妝一定要記得黑色的部分要少 所以呢眼線盡量藏在睫毛的根部 只要在眼尾的部分微微的拉長 如果說你想要花一個今年最流行的包圍式的煙燻妝 下眼影的部分下手千萬不要太輕 因為呢太輕的話你會覺得髒髒的 所以呢利用微微寬度的深色的眼影做一個圓感 那麼如果說你擔心自己下手會太重的話 建議大家利用比較深色的顏色 然後裡面是有金鑽的眼影粉 少量多次的去在下睫毛的根部來回的描繪 大部分的人如果說你是比較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想要誇張的妝容的話 大概這個寬度是你的下睫毛長度可以換半 但是像通常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呢 都會讓它打到下睫毛的長度或以外 這樣你整個的眼睛被這個咖啡色的眼影所包圍之後 就會呈現一種微微慵懶卻又神秘的煙燻妝效 那麼最後在唇跟夾的部分呢 搭配包圍式的咖啡色的煙燻妝 你的夾彩的部分呢就要帶一點點的光澤度 去展現健康的皮膚的膚質以及氣息 嘴唇的地方因為眼睛已經很重了 就不要太重的唇喔 但是今年的裸唇 絕對不是跟膚色一模一樣 而是要帶一點點粉色調 那麼我們的夾是偏了一點點的橘色調 眼睛是咖啡色 所以你的唇可以帶一點點粉橘料的裸唇 整體的搭配起來就覺得自己又酷又神秘又美